好的 这里是罗雷 今天干什么 我们来体验一款进口的咖啡 之前阿布鲁在淘宝上9块9瓶买的那个什么进口的咖啡 这是从哪里进口的呢 是从越南进口的 真紫味咖啡 百香果味咖啡 这个是椰味咖啡 这个咖啡呢 一般情况下有些人就是不喜欢喝 有些人喜欢喝 这是看个人选择 看这个热量100毫升247青椒就是比较高的 其他的也比较高 但是这个除了它能唤醒时刻 提神时候喝我觉得挺好 刚好我这种品牌的开着 我们先来喝一口这个真紫味的原味的咖啡 所以说中国老虎现在还是伟大的 发明菜刀这种东西 这个就是那什么咖啡了 黏黏细稠的 灰白色的 像白酱一样 这个就是那什么咖啡了 就是有点像豆浆啊 闻起来还是非常非常香的 由我们吃这种煎果的味道 第一口下去 我第一直接就是 这不会就是豆浆吧 它回味之后有一股堅果的香味 可能是黄豆和黑豆混合在一起的豆浆吧 味道不是太好喝啊 听说这咖啡能壮娘 这种东西我第一时间就想到了观众们 我想把最新鲜的第一口分享给你们 但是这第一口我已经喝了 要不然你们等我先去处理一下可好 觉得好的扣1 觉得太好了扣2 来口小老弟 三嘴 我们现在尝一下第二款了 这个是椰果味的一样 哇 越南人民真是想要丰富啊 这种味道很多都想出 我也是佛了 加瑟一遍可以直接撕开 不需要那个什么东西 你看它可以直接撕开 小咖啡 这种咖啡有点像碳烧咖啡的感觉了 明显就是喝之前好多了 这样东西才像咖啡嘛 可是味道是一样的 还是豆浆的感觉 一毛一样 它可能能嫁在香精里去吧 这在哪里买的香精呢 我想买份回来 这样我也能去看家咖啡店 我在想越南人民真伟大 咖啡豆和黄豆 其实都是豆子 所以本质上来说一样 我只要添加一些香精 改变它的聪费就行了 给越南人民的心情点个赞 我们现在打开这个百姓果咖啡 因为年龄的不同啊 人们的心理状态也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食物啊 一般情况下 成年人都会说 你喜欢这个食物 我不喜欢 不过这并不影响我们维持交往 和相互尊重 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人 都了解一下没什么坏处 这样你会获得对方的好感 但如果是小学生动画 你喜欢这个 我不喜欢 你必须死 这个闻起来有个水果味 百姓果的味道 感觉明显也黑多了 这可能是昨天晚上 炸肚子了 什么味啊 这是闻起来有股百姓果的味道 但实际上喝起来的话 就是米南咖啡 豆浆 还有乳酸均混合在一起的味道 很怪很怪 这个热量比较高啊 所以大家不要常喝 但是他喝完之后 确实精神很多 一般长肉的东西 我不建议大家吃 米西UP肉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早饭多吃点 正午的时候又再想 下午又保持精神 正午多吃点 晚上的时候再想 大不了 我不吃宵夜吧 到凌晨吃宵夜的时候 看什么看 没见过吃宵夜吗 大家都是好兄弟 有肤头痒 有肉泥掌 虽然话有没有说 阿卜罗伍克 还是依旧变成一个飞宅 这个咖啡 9块钱 我觉得不太划算 后来看到头发也卖4块9的 4块9你们想体验 还可以体验一下 加了什么奇怪的东西 咖啡提起来 然后加了一堆什么杂七杂八的 咖啡还一样才5毫克一半毫升 所以有点坑 随着网络的发展 视角连来越来越来越强大了 我记得我在朋友家看到过 最新的 生活小常识 早上空腹吃喝 对身体不好 得 以后早起第一件事就是 到楼顶去喝西北风好了 每天还都换不同口味的 第一天包子味 第二天玉米味 第三天饺子味 第四天豆浆味 第五天茶叶蛋味 到这里肯定有人会问 路人你第六天去哪了 因为第六天阿卜主实在撑不住了 饥饿和疲惫脆垮了我 最终我死在傅回家的大水虫上 有时候阿卜主因为自己太帅 老感觉对方喜欢我 这是人是常情对吧 如果说感觉对方喜欢你的话 那么十九八九是错觉 如果感到对方对你的 是一种厌恶的话 那么十九八九是真的了 所以你只需要点击我的图像 旁边那个关注按钮 然后按住视频下面的 点再按钮三秒 每天接程中做 你的人格魅力会提升的越来越快 这样的话也会像阿卜主一样 成为一个优秀成功的体面人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是罗人A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